新北小世界幸福新民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中文主持人曾子庭 最近有朋友到野柳去玩 发现有一个越南小馆 竟然就开在百年古厕里 在台市的古厕里 卖道地的越南菜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文化融合 这一天我们去拜访老板娘离世紧招 她关上店门不做生意 专心的做几道费工的越南菜 给妈妈品尝 好让妈妈知道 嫁到台湾渔村的她 现在有多能干 生活有多幸福 这里是新北市的野柳 今天想念的滋味 所要介绍的家乡味 就是隐身在这古厕 环绕的巷弄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 隐藏在这么古色古香的古厕当中呢 就让我们的美食特派员佩山 带我们前往一探究竟 请照姐 你好 你好 请照姐是越南人对不对 对 那你今天是要介绍什么料理给我们呢 我今天介绍越南煎饼 可以叫薄饼 还有一道甜点是七米露 柠头七米露 那要做这两道的话 我们会需要用到什么东西 需要野奶 野奶 这是哪里的野奶啊 这个是泰国的 泰国的野奶 你知道我们印尼也常常在用野奶 然后在台湾也有在卖 它好像是用礼箔装的 我都用这盘 你都用这盘 这盘好用啊 还不错 还没像的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材料 还有啊 这一路也需要用包 这是我们越南的一路 今天要介绍想念家乡味料理的 就是这位 已经嫁来台湾14年的离世锦招 和丈夫一起经营越南小吃的他 在结婚之前 可是完全没有下过厨的 后来跟着做厨师的先生学习之后 他的厨艺可是受到来此用餐的客人 竖起大拇指哦 接下来赶紧看看 他要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好味道 制作越南薄煎饼 所需要的材料有 虾仁 葱花 姜黄粉 再来米粉 椰姜 鱼露 黑胡椒 盐 生菜 绞肉 和豆芽菜 首先是制作饼皮的部分 那这个粉是什么粉呢 是再来米粉 一定要用再来米粉吗 对啊 因为同意前就是用再来米粉 没有用别的粉锅 那这个要怎么做 这个要先那个 和一和 要先和一和 对啊 然后加水 加水 水要加多少 就 大概大概吧 大概大概 它是水水的这样 对对 像那个面糊 加那个 姜黄粉 加一点葱花 加一点点而已 对 嘿 就变黄色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就加椰姜 哦加椰姜 那有什么样的份量吗 如果你喜欢这个多一点的话 我们加水的时候要少一点点 哦这样子 对 制作完饼皮的部分 接着下来就要炒馅的部分啰 首先要将蒜末爆香后 加入猪脚肉 炒至半熟后 再将豆芽菜 下锅拌炒 最后再用盐和胡椒调味 这样子 薄尖饼的内馅就轻松完成啰 煎面皮 煎面皮 对 啊我们给那个锅子热一下 对 锅子热的时候加一点点油 对 那个皮才不会黏 不像一匙下定吗 差不多一匙 你会用吗 这样 啊对 绕圆 对 很好 然后再把料放进去 对 放我们可以放一边这样 等一下这一面可以盖起来 哦 对 放到它中间一半过去 对 对 我们这个饼哦 小火要慢慢的 小火 啊这个皮才会酥 才会比较好吃 哦 它整个都那个耶 烘起来了 哇 这个应该也需要很多耐心吗 对 因为要 要慢慢的 学这道菜的时候 有没有失败过 有 因为之前都妈妈用给我吃啊 就慢慢的 失败过才会有成功 失败几次啊 失败很多次 那失败了之后 是谁吃啊 失败度是我吃 我不是拿给老公吃 舍不得让它是失败的东西啦 哦 这样子哦 其实它已经熟了 换面就可以了 就成功了 我们稍微给它用一下 旁边这边就比较好起来 哇 好漂亮哦 啊然后就盛起来 哦 好吃的 这样就成功了 越南煎饼就这样完成了 对 有了完美的越南薄煎饼之后 正统越南蘸酱 当然也不能少咯 食材方面 除了有蒜末 辣椒 果糖 鱼露 柠檬汁之外 景超姐还要加一样秘密武器 然后红萝卜 然后红萝卜 红萝卜 红萝卜 你可以打汁 就放在那个鱼露里面 那个颜色会变 比较漂亮 哦 会加红萝卜 你看起来就很好看 就还 那个颜色会比较好看 酸酸甜 淡淡的 对 有香香 有蒜味有在里面 柠檬有在里面 有可以吃得到 对 料理好家传 柏煎饼和芋头西米露之后 景超姐说 其实今天这几道料理 她想要奉献给一个 对她很重要的人 现在我们都煮好了 其实景超姐 你好像有个秘密是不是 对 这个东西是要煮给谁吃的呢 就给妈妈吃的 妈妈还刚好来这边玩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给她尝尝 好啊 就主要是我妈妈常常 就给我们吃 就来这边家来这边很久 有时候很想吃 就好像就是很想她就想吃这样 就想到她就想吃 没按摩了 阿姨你好 你好 金超姐她今天 做这些菜 对 来一下 然后你 这个是越南的煎饼 对 那这个要怎么吃啊 我用一 你弄一份给妈妈吃啊 好 这个是用手的比较好吃 我们那边吃的 是法的就是用手来做啊 那就直接把那个饼皮包在 包上来 用手做包上来 所以不需要用筷子也可以 这个料可以加 看你喜欢 这样包起来 对 一路用一点 对 给妈妈吃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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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喔 有没有跟你做的一样 一样喔 一样喔 这个很香耶 然后里面就QQ的 这QQ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那边的粉条 哦 粉条喔 对对 那妈妈 你觉得你女儿今天为你做的东西 你给她打几分啊 三点 然后我说 没有 三点 他说一百分 一百分耶 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妈妈讲的 感谢妈妈生过来 让她来到一天 现在有婶子 感觉她很幸福 她很开心 看到我这样的生活 看到我这样的生活 觉得很幸福 要不要来一个爱的抱抱 好啊 你们两个 爱的抱抱 我是阮毅琛 我来自越南 我来台湾有十六年了 我儿子他到学校读书的时候 我就想认识国资 所以我跟着他到班级里面上课 到二年级的时候 学校有办那个讲故事活动 我就去参加 朋友早安啊 请问 你们今天知道来这里 听什么样的故事知道吗 啊 给我偷看 来这里讲故事 我昨天都会跟我女儿 先说给她听 然后我就跟她说 妈妈哪里说的不对 哪一个注音说的不好 你可以帮我讲真一下 上个礼拜我来这里 他们还在黑板 学了一条 说老师你这个说不对 那个说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可以叫小朋友 也可以从小朋友那里 学到很多 我觉得还不错 她里面的主角 大员要记住我 我会问哦 主角是什么名字 很好 记住哦 第二个 玛拉 玛拉 里面的有四个木偶 木偶的名字 第一个是 他的 他的 他有什么 他有四个 哦 要记得哦 还吗 给个名字 很好 这故事是缅甸的故事 在缅甸的少年 他们长大的时候 都一定要离开家 所以呢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 啊 哦 昂长大了 所以他要离开家 对不对 他爸爸钓了四个木偶给他 那他就走了 他就开始离开家了 走了走 走到山坡 他看到一列红车 他觉得这个是很大 应该很有钱 很多那个金银财宝 所以呢 他就想得到这些金银财宝 他就问第二个木偶 叫什么名字 雅 雅 有什么不一样呢 利大无穷 哦 利大无穷 他跟他说 只要我没有的力气 要什么都可以 请问这样做可以吗 雅 雅 因为等你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你们要拿来做什么 然后你 他做过小的人 哦 帮助过别人 对不对 还有呢 帮别人拿很重的东西 哦 帮别人拿很重的东西 可是呢 你们听听看故事里面 他有力量很大的时候 他做什么 他就脚用力一揣 然后雷射就翻了 金银财宝都掉出来了 他就全部拿走 就很开心的时候 这全部都是我的了 可是呢 当他很开心 抱金银财宝的时候 他听到有一个人在哭 是谁在哭呢 公公主 他听到马拉在哭嘛 他就过去安慰了他 然后就说 没关系 你跟我回家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可是呢 他是把他的全部都拿走了 他会开心吗 不会 他不开心 所以这个马拉就不跟他说话了 从此不跟他说话了 有一天呢 马拉的爸爸就找到了马拉了 他跟他爸爸 偷偷的离开了 回家了 所以呢 他离开的时候 就是这么多钱 他的房子是很漂亮的 可是他不开心 最后 他就问了第四个目 台马有什么 给人平静 给人平静的卡马 告诉他 我呢 没有钱 也没有像你有那么大的房子 可是呢 我就很开心 很快乐 很自由 对不对 最后昂就想痛了 他就说 好吧 他把所有的东西放下了 自己一个人去流浪了 他就是走了走了 有一天 坐在路旁边 等人家给他东西吃的时候 他就看到有一双很漂亮的手 他抬头一看 是谁 马拉 马拉来了 然后呢 就给他的东西 然后 就把他带回家了 这个时候 他就寻求马拉的爸爸 还有马拉的延让他 然后他们就延让他了 是你们 你们会延让他吗 不会 他已经病好了耶 可以延让吗 会 会嘛 人家就是一定改过来了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马拉就延让他了 然后就回他的城堡 他回到城堡的时候 四更木耳就站在门口等着他 然后就说 你呢 一定改过了 真正的长大了 就说 那你跟马拉可以过得 幸福日子了 因为我想说 要让小朋友他们也进到故事里面的 就是扮演一些角色的 让他去了解 这故事里面有一些是好的不好的 他们可以从那里学习 什么做一个比较正确的 故事里面 马拉伸出援手帮助的那一刻我印象最深刻 因为做人应该要伸出援手帮助别人 好 妈妈早安 你帮老师说 妈妈早安什么说 新早梅 新早梅 那我今天叫你们说故事 那你们要跟我说什么 谢谢 谢谢 越南话什么说 咋门 咋门 我觉得学越南话很好玩 因为有些发音就是 跟台湾就是有些讲话的音很像 还蛮好玩的 好 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要知道 越南的美食有吗 越南美食很多 越南美食很多 春卷 春卷 对 鸭仔蛋 鸭仔蛋 你们敢吃鸭仔蛋吗 没有 为什么 那你怎么知道有鸭仔蛋 我蛮喜欢像这样的课 因为像这种课 就是可以跟故事妈妈一起互动 谢谢故事妈妈 谢谢故事妈妈 越南话怎么说 咋门 我听她说忘了 台北市中山北路的圣多福教堂 是许多菲律宾朋友假日聚集的地方 他们星期一天来做礼拜 寻找在异国生活的信仰寄托 也在这里和家乡的朋友们相聚 来自菲律宾的庄美月 在附近开了一家菲律宾餐厅 每个星期天中午 他们要全家总动员 才能招呼 络绎不绝来吃饭的菲律宾客人 教堂安慰了许多菲律宾朋友的心 而家乡菜则满足了菲律宾人 对家乡的想念 每个星期天早晨 位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的圣多福教堂里 聚集了满满的菲律宾移工们 在这里做礼拜 这对于他们来说 不只是对于信仰的前程 更是在忙碌一周之后 可以跟朋友联系感情的重要时刻 而在距离这间教堂不到100公尺处 有一间菲律宾餐厅 Chris Art 则是大家在结束教堂活动后 最喜欢自己的聚会成作 这间店的老板就是他 庄美月 我是庄美月 我的英文名字是 我来这里的话大概二十多年了 快三十年了 来这里台湾的话是那个工作嘛 就是有人要叫我当秘书 后来我妹妹 他说啊我们刚刚开始 有一些那个外劳也开始进来了吧 然后我们说啊 我们开那个一个菲律宾餐厅嘛 因为我们在菲律宾也是要开餐厅 OK 你吃饭 因为喜欢做菜 我们从小就有了开餐厅的想法 因为想要服务在一厢打听工作的菲律宾人 所以在台湾开了一间道地的菲律宾餐厅 但是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 想要在台湾开一间餐厅 可是要比本地人付清更多的心力 在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二楼 然后那个二楼的话在汪汪百货那边 就是那个一个小单位 然后英里那边不能主宰的 所以我们中心便拿过来这里 然后我们住在三楼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要盘下去 然后我都也是跟台湾客人 要满满介绍 要介绍这个菲律宾菜 什么吃什么用 这个是那个猪肉 BBQ烤肉的 这个我们自己做的 其实很多菲律宾人蛮喜欢这个 其实我们的菜都是我们做 到底的菲律宾菜 我都没有变台湾口味 我们都没有 我希望那个 不管台湾人 还是外国还是美国还是哪一个客人 来这里的话 一定要吃到我们的 到底的菲律宾菜 比较酸就是这样 比较酸 点的就是这样点的 这个是猪肉的 它的味道是那个有下姜 跟那个椰浆粉 然后这个是猪肉 然后这个是猪肉 这个要备饭比较好吃 我们台湾都是点的 我们先选的 这个是那个 它的汤匙煮血 然后它的里面是那个猪肉 跟猪头皮 然后有那个内脏的 有一点内脏的 也是有放 这个是那个苏母鱼的 一整只的苏母鱼 然后我们都里面把它拿出来 然后再放进去 因为这里都有菲律宾菜 常常我们 我妈妈都是煮的方式都 差不多一模一样 我比较喜欢吃的是那个 那个BBQ啊 红肉啊 特别那个那个牛肉啊 蛮好吃的 好吃 Massarraf 对于在台湾工作的 菲律宾移工来说 星期日是他们的休假日 但对于美月节来说 却是打仗的一天 为了要提供美味的餐点 他在前一天 就必须要不眠不休的 准备着隔天的食材 我们的 礼拜天的东西要很多 很多量很多东西 所以要准备 因为我们不能一边准备而已 那来不及 礼拜一边的话 我都比家没有办法睡觉 因为我都礼拜六晚上 有一些东西我要准备了 因为有一些客人 我们大概七八点 要来这里吃了 我不能叫我人工 没办法睡 我可以 我可以不用睡 可是他们一定要睡觉 因为我礼拜一我可以休息啊 这一个是我们叫Duron 存钱那个 这个是点心 这个是芭蕉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糖 然后再一点菠萝蜜 然后我们再包起来 这样包起来 然后再用再走的 那你像这样一天要炸多少条 最少大概有100只 100只左右 可是大部分我们炸的话大概有200 礼拜天的话 如果我三个女儿都没有上班的话 他们要一定来帮忙 从小就这样子 对 要是他们是礼拜六晚 礼拜六他们要主在这里 如果我一个人 他们也会帮我 我大概在我妈这家店 大概开了快20年 那还有几年 我在这边帮忙就几年 那小时候对这家店的回忆 其实一开始就是 我们以前都只做礼拜天 那等于是我们家都没有假期 就礼拜 从小就开始到跟着妈妈 然后假期礼拜天就过来这边帮忙 那印象最深刻的 可能是有 这样讲的 小时候就是不要帮忙备菜 然后不小心切到手 然后我跟我妈就同时切到手 我妈说要去旁边去旁边 然后我就在那边哭哭啼啼 这样一回头 发现我妈把伤口包子 戴着手套继续切菜 就觉得那个画面一直烙印在我心 就觉得妈妈对于这家店 就是我们的就是所有的成长 她其实是非常努力的 不管是为了实践她的梦想 就是开一家 用我外婆跟我外公的名字命名的店 或是为了要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 其实她都非常努力 我的目的是 为什么我开这个菲律宾的山丁 所以有时候我想回家 然后如果我在这里的话 很多客人很多 变很多朋友的话 就是好像你在菲律宾一样 所以我对我的客人就是这样 就是好像他们来这里的话 他们的感觉吃的时候 就是你好像你在菲律宾一样 那在这边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妈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虽然她来台湾 所以已经会讲中文了 然后也不是以外籍老公的身份来 可是其实在以前那个时候 就是只要你的爸妈不是台湾人 你可能就会被贴上比较 也不是特别的标签 那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注意你 可是还好小时候我的周遭的朋友 就是都很喜欢这样子的文化 然后也常常会跟着我一起来 我妈店里 一起来吃饭一起来聊天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觉得 妈妈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人 她让我影响蛮多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妈妈 就非常非常尊敬她这样子 新住民朋友刚来台湾时 许多手续必须先到移民署的 地方服务站来办理 要注意第一次办手续时 台籍的配偶要带相关证件 以及费用一起到现场办理哦 接下来就带观众到移民署的 新北市服务站 了解这里所提供的相关服务吧 移民署新北市服务站 我朋友你好 高兴问您服务 你好 我要帮我太太申办外交居留证 不好意思 请问太太是哪一国籍 我太太是越南人 越南人哦 那外交部发给太太的签证 这是居留的签证还是停留签证 外交部给我们的是居留签证 居留签证啊 好 那你要细带的文件 有一个是外桥居留证的申请书 还有您太太的两寸的照片一张 对 还有护照 居留签证的银本 好 好OK 然后还有您的布口名布 第一次办理的时候 要记得跟你太太一起来哦 好我知道 然后费用是一千元 新北市的新住民朋友们 第一次办理外桥居留证时 如果有任何一位 可以先打电话到新北市服务站专线 会有专门的服务人员 替你详细说明 而准备好所有的文件之后 就可以前往新北市服务站啦 究竟新北市服务站要怎么去呢 其实我们服务站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可以自行开车前来我们服务站 那我们服务站的地址是在中和区明安街135号 那我们服务站旁边会有停车场 那第二种交通的方式 其实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来我们服务站 可以搭捷运到板桥站 然后再从板桥站搭乘307公车 到计算国中站下车 然后再步行啊 我们服务站大概要10到15分钟 你好 请问要申办什么 外桥居留证 好 来 那麻烦你先点表格 请问一下这要怎么填 这边是居留证的号码 这边是护照的信 来到新北市移民署办理外桥居留证的朋友 不用担心 不知道如何申办 因为在服务柜台都会有志工 协助如何填写申请资料 请帮我看一下 OK 好 可以了 那就要麻烦您在那边抽号码 好 谢谢你 请问一下我为你们服务什么 我们要申请外桥居留证 什么国家来的 越南籍的 越南籍的 这是你们等待号码 然后你再看那个号码显示出来 你到那个柜台去办你们那个案子 好 谢谢你 其实我们服务站都有固定排班执行的志工 服务新住民的过程当中 发现说可能有需要语言上的翻译 我们都会邀请我们都通应过来协助 45号请到1号柜台办理 谢谢 嗨 你们好 你好 请问要办外桥居留证吗 对 这是文件 好 请坐 OK 那你们填写的申请表 跟准备的文件都很齐全 那我这边就帮你作业了 好 谢谢 那这边是你们办的文件的收据 那因为你们的签证 是可以不用居家访查的案件 所以说到时候我们10个工作天之后 就凭着这张收据 来我们的15号柜台直接领证 第一次申请居留证 在柜台处理完之后 不要急着离开哦 新北市移民署服务站 还有提供新住民的福岛访谈 会有社工为你说明新住民初领居留证 以及新住民相关福利资源介绍等等 其实我们新北市服务站 提供给新住民的服务非常的多元 第一个就是在台湾居停留法规的一个资讯 那第二个是关于经济协助的部分 那接下来是如果来台湾 在生活适应上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再跟我们营营辅导式联络 那最后就是我们提供法律咨询的服务 就是如果新住民在生活上遇到任何大小法律的问题 例如车祸或者是租人房屋 有一些问题的话 都可以直接跟我们服务站联络 办完所有程序之后 如果无需再进行面谈家庭访视 在十个工作天之后 凭着收据再回到新北市服务站 就可以领取居留证了 你们好 要领证吗 我要领证 请坐 这就是你们的居留证 好 那这个上面下起在这边 要注意不要过期了 要记得来延期 好 这样就好了 齐头上保管了 好 谢谢 谢谢 哇 我终于领到居留证了 8月1号 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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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号 恭喜 其实第二次我要办理延期 该准备的文件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是两寸彩色白底大头照一张 然后第二个是新住民的居留证 第三个是护照 那第四个部分是先生的身份证 然后延期的费用是一年一千块钱 准备上述的文件直接两门服务站办理延期就可以了 2018年开始新住民语言将列入中小学的正式课程 移民署8月开始也进行了新住民母语师资的培训课程 新住民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报名参加美语教学人才的培训 将来就有机会成为学校的老师 带台湾的孩子们更加认识东南亚文化 打开更广阔的国际观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